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內地數據起休參半 中美關係繼續緊張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微跌了32點 收報23,797點 成交都超過千億 有1043億 今天牛皮增持不上不下的格局 但是,今天港股成交不錯 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很淡,還是角力未分勝負 因為中外都有很多大型雲觀的事情發生之中 未來一周,甚至到月底 在五月底之前都可能是一個震盪的期間 大家都要保持警戒 好了,先講今天的題目 就是內地數據起休參半這件事 內地今天公佈了一連串的數據 四月份全國城鎮失業率6% 較上三月份多了0.1% 當中三十一個大城市的城鎮調查 失業率是5.8% 比三月份多了0.1% 這是官方數據 但是,有些分析員認為 其實內地的疫情之下 因為有很多農民工 其實沒有出來找工作 所以,其實那個失業率 很可能不止那麼低 應該可能更高一些 但是,由於統計上高 那個統計的人不在 所以,就較為少了 無論如何 總之,失業率都是微升了少少 有壓力的 相信,中央繼續保就業會有些政策出台 另外,就是內地三樣主要經濟數據 就是固頭,社會消費和工業 那又怎樣呢? 先講固頭 固頭1至4月份的固頭 就是同比下跌10.3% 但是,較上個月 即上一次1至3月份 前夕是下降16.1% 即是說,下降少了很多 少了5.8% 不過,就比預期下降多了少少 預期10% 那現在下降10.3% 那麼,四月份 即是復工復產 即是,那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 都是大家猜到的 事實上,內地現在 希望谷經濟都是搞多些內需 新基建 是這樣說 也都,在這個房地產方面 也都是有少少 即是說,那個固定資產投資有增長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說到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四月份,就同比下跌了7.5% 那麼,前夕當然是厲害 即是三月份,大跌15.8% 但是,這個7.5%的下跌 雖然比三月份 但是,又是比預期差少少 預期只是下降7% 現在是下跌7.5% 那麼,所以這些數據 就是有起優參半 好了,好少少的是什麼呢? 就是工業增加值 四月份,規模以上的工業增加 就同比增加了3.9% 前夕就是負1.1 預期就是正1.5 那麼,現在正3.9 即是工業方面好些 即是說,復工復產 似乎就OK 估到那些工業生產方面 就產了出來 不過這樣,我們都知道 其實PPI又下跌 即是說,那個價格又下跌 現在生產了出來 其實海外的需求都是低 內地的需求都還沒有恢復 所以現在的工業生產多 未必是真是代表說,就是需求好 而是可能堆在庫存那裡 暫時生產出來堆在庫存那裡 叫做做一些事情 希望GDP不要下跌得那麼快 好了,這些經濟數據 一連串 所以說起優參半 有些好有些差 今天搞到內地A股 就是不想不下跌 最後上證指數 微跌了0.07% 收報2868 打橫行之中 好了,除了這個經濟數據之外 我們今天也是執行第二階段定向降準的 釋放長期資金2,000億元人民幣 但是同時間 銀行展開了1,000億元的MLF 即是中期借貸便利 其實應該要續做的是2,000億元 中期借貸便利 現在只是做了1,000億元 因為它有第二階段的定向降準 所以就做少了MLF 變成全州淨回籠 資金就是1,000億元人民幣 今天那個MLF 也都沒有減到利率 沒有減到息的 那個利率仍然都是2.95厘 和上次持平的 所以市場覺得 一方面你定向降準第二階段 另一方面 你又不是說真的 繼續續做這麼多MLF 即是有少少收水 又沒有降到利息 所以都是起優參半 這些數據 所以搞到今天 上限指數就定了在這裏 偶住在這裏 23797 仍然守住頭肩頂頸線 沒有太大的便幅 國企指數也是這樣 微跌0.13% 輕微跌穿過頭肩頂頸線 但是在50天線爭持 不算是明確跌穿 都是一個牛皮代變格局 好了 今天港股其實不是說沒有波幅 因為昨晚 美股先跌後反彈 美股昨天波幅很大 大家看看導致 曾經一度失守過50天線 開始不久 因為受到特朗普的言論 搞到它急跌 剛才我們提到 第二部份就是 中美關係繼續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特朗普又發瘋 他接受霍士商業訪問的時候 說到美國可以和中國做很多事情 包括什麼 說到很極端 就是撤斷關係 這四個字很重要 撤斷關係 說到撤斷關係 換來是什麼 換來就是可以省下5千億美元 意思就是 如果中國撤斷關係 就是不買中國商品的話 一年貿赤那裏 減少5千億元 就是對它有利的感覺 當然 它主要說 怎可能撤斷關係 美國去哪裏生產 那些需要的商品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既然說到這些狠話 說到出來 以及說到疫情 都仍在責怪中國 不過它的說法就是 它懷疑 不是中國故意洩漏出來 而是可能是失控的 失控所以搞到病毒出來了 整體來說 就是還怪中國 搞起疫情 所以這些 就搞到美股初頭就跌 那後來 為什麼可以 倒升幾百點 但是倒升幾百點 港股又沒有反應 就是因為 它升 只不過是有一個全民 就是高盛 有可能 就跟這個 富國銀行合併 巴菲達剛剛沽了些銀行股 又傳了些銀行股 所以昨天的銀行股 就升了很多上去 這是傳聞 有些分析員 美國分析員 譬如City的分析員 走出來說 不行 為什麼呢 就因為富國 已經佔有美國人的存款 超過百分之十 就是根據那些條例 它就不可以被收購 就是不可以和高盛 空月內峰未必無因 高盛被傳 就是和富國合併 高盛專門做的大客 富國又擁有這麼多存款 本來這兩間合併 是強強的 所以恥憶到 昨天的銀行股上升 帶動美股 就競升 先低後高 但是如果這一個 就是傳聞 是 好像City的分析員這樣說 如果香港是流的話 可能美股就要跌回頭 因為中美關係仍然緊張 有沒有可能會澄清到 今天或者週末 大家要繼續留意美國的新聞 究竟是否真的會合併 大家知道這些合併消息 就是傳聞 經常都似有患 又沒有 最終是否大家談得到數 就是很多複雜的問題 在裡面 雙方是否強硬的結合 還是你情我願 大家都不知道 是吧 所以這個大家都是當剝花生 大家在這裡看 但是美股期貨這一刻 都是跌了一點 對這個傳聞似乎 就不是太大的利好 所以為什麼也都解釋到 今天港股 為什麼沒有跟到美股勁升 就是因為 其實他們如果是銀行合併 就是不關香港事 香港仍然都是受制住 要是內地經濟的情況 要是中美的關係 所以今天都是偶皮偏遠 整體雲觀跟大家講完了 剩下的時間跟大家講一下板塊 大家知道 其實我經常說 物館、教育 還有一個板塊 其實還有兩三個板塊 物館、教育 部分的科網股 部分不是全部的科網股 另外一個很值得看好的 就是醫療相關 不過醫療相關裡面 有很多個指板塊 例如醫療器械 例如網上醫療那些 有241阿里健康 還有平安好醫生 這些 今天不是講這些 今天講的板塊 就是生物科技板塊 生物科技板塊 其中一個 升得很厲害的板塊 其中以康熙樂 升得最重要 6185 持續創新高 其實因為傳聞 就是他在搞新冠肺炎的疫苗 他在3月的時候 其實跌來3月 跌到80元 升到160元 接著配股 就跌一跌 這裏160元 之後配股跌一跌 之後很快又上回 破了頂 然後現在再破上去 康熙樂是一隻 另外還有幾隻 順達生物也是破頂 上升8.7% 另外 維亞生物 維亞生物 這陣子 也都是連續幾天 一直彈上去 另外還有 其實生物科技股 一大堆 這個是整個板塊 不過都講不完這麼多隻 主要可能是康熙樂生物 康熙樂生物 最值得衝頸 市場對它最樂觀 其他的醫藥相關的板塊 醫療氣下相關的板塊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短期來看 其實現在來說 大市就在偶皮 不過就是以偏遠 有機會向下為主 一來是頭肩頂的形態 有機會是跌跌地 二來就是中美關係惡劣 而內地的經濟數據 就起歐參半 好了 我就講到說 接下來可能是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都是重要的 例如即將就來了 18、19日 就是台灣究竟 是不是在WHO WHA大會上高 可以加入去 美國又力挺去 這些 接著其實5月14日 昨天開始 中國在環撥海 舉行軍演 一封一封兩個多月 很多分析的看法就是 就是針對台灣520 總統蔡英文 怕他發表演說 有些震懾 接著 還有就是 接下來 美國又說 要看看中國 是不是履行到 首階段的 貿易承諾 現在不停地 極限施壓 不停地 放一些狠話出來 中國也說 我們會執行的 但是實際上 大家知道經濟也有些困難 所以可能要再談判 即是講判 美國究竟 特朗普究竟 肯不肯讓步 肯不肯容許中國 買少一些 這個值得大家關注 市場都是受到這些影響 所以未來的一兩週 都是很多 雲觀事件發生 可能會影響走勢 好 大市就不去 但是剛才說 有些板塊 就一直反覆上升 大家如果炒股 炒股不炒市的話 最好留意那些板塊 多些 大市就大家保持這個境界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 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